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球媒 我是Andy老師 今天再來做我們就是我們的推桿區 切推的推桿區 那待會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推桿的使用方式 那我們在賽前準備的時候 我們在還沒有發修前 我們會到推桿上面 或領上來使用推桿 來熱身一下你的推肌痛的感覺 那推桿的過程中 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握方式 那不同握桿方式有很多的種類 我們會比較習慣於左手在下的握桿方法 然後右手在上的握桿方式 那這樣的握桿方式 會有別於鐵桿的差異性 那這個鐵桿呢 我們通常會做全握桿的時候 是用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而推桿就會反過來 握桿就完全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在推桿的過程中的站姿 會跟打鐵桿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好在推桿的過程中呢 我們會把球位放在 我們中間偏足腳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不會像打鐵桿一樣 設定的比較遠一點點 好這是打鐵桿的動作 在推桿上的時候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左眼的正下方 就是我在推桿上的時候的球位 然後維持著我們膝椎角度的穩定動作 三角形很重要 所以要穩定靠住 手肘兩側輕鬆地放在你的胸大師兩旁 然後做擺動的動作 那擺動的動作完之後呢 會應應不同的擊球距離 然後產生你不同的設定的擺動的幅度 OK 所以在接下來我們在 請問你是 鍋底上的時候 我們會設定不同的擊球距離 然後每一步呢 我都會放一顆球 動作在這的時候 從第一步開始 我們剛剛講的 因應不同的擊球距離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擺動速度 所以我在每一步 每一步 每一步的後方 都擺上一顆球 然後讓我從近距離到近距離 都可以掌握住我在打球過程中 需要擺動的輔助跟力量的控制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大的要點就是 通常這個練完之後的距離感 設定完 我會在國裡這個洞口的周遭 亂過一圈 為什麼要亂一圈 因為你會從不同的角度 切入這個洞口 什麼意思 它會有一個高低的起伏 其實就會有一個折點的問題 所以像我現在洞口雖然很近 可是呢 右側比較高一點點 從這個角度 可能看的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我會往 洞的右後方 這個位置 洞的右後 這個地方 後面這裡 洞的右側 後方這個地方輕輕的 往前推動 如果推成直線的話 有可能它就不會近 OK 然後 設定我要擺動的幅度 因為近距離 所以不用太高 不用太大力 然後擺動 向前 推動 像這樣我剛剛在擺動的過程中 是推成直線 很清楚看到它就會流 往洞的左側 就不會近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轉折點的落差 好 那再來 我們在推幹練習力道的時候 像我們這樣推 我們就會 感覺 推往右側 洞口邊 然後再來擺動的幅度 再越來越大 然後再來 越來越圓 OK 然後去感覺一下動手邊 然後再來越來越圓 OK 然後再來越來越圓 然後再來越來越圓 然後因為我不同的擺動幅度 我就會產生不同的距離的效果 最後再來我們在國嶺周圍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擺一個圓圈圈 來推不同角度 進到洞口的位置 那通常呢 你就會去判斷說 譬如說我現在左邊比較高 右邊比較低 所以我就會推到洞口的左側一些些 然後這個是上坡的球位 所以力道相對就會大一點 反而言之 如果我到我的球位的對面 它的推幹方式就會反過來 我剛剛說到我現在是上坡推左側 所以我的對面球位就會是 下坡推右側 因為我的現在這個球位來講 是我的左邊高 可是當我到對面的時候 是右邊高 而且是下坡左側 所以推幹的力量 跟方向爪的位置都不會一樣 但是呢 你在下場擊球的時候 有18個洞 國嶺呢 你打出去的每一個洞的位置 都不會一樣 所以才需要練習每一個進攻的角度 每一個轉折點 每一種坡度 在練習比賽前過程中 我們都要去第一個抓到 OK 所以另一個方法 我們現在擺一個圈圈 然後每一球 推完之後呢 就 只有一些機會 OK好 現在呢 因為我推的過大 所以力量它的轉折點比較小 OK 所以我現在推完之後 我就會把球拿回來 然後下一個位置 抓動手的右側一點點 下坡相對的 我的力量就會較小一點點 下坡的力量就會較小一點點 好 那這裡呢 是斜上坡的位置 可是呢 它也是偏向左側比較高 因為剛剛我這邊推下坡 所以 左邊高 右邊低 左邊高 右邊低 所以我就會往左邊打一點點 好 那球呢 看到明顯它在轉彎 然後推進洞口 所以看下一顆一樣 那這裡也就會變成什麼 它剛剛那邊是平的 但是這邊就會變成有點像是上坡的球位 可是還是以左側 所以我剛剛那邊有兩顆球 是右邊的路徑 這兩邊就是左邊的路徑 好 左邊的路徑點 非常熟悉一下 推乾的感覺 往左側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原本剛剛那一顆 一樣是打左側的路徑點 那剛剛這邊為什麼突然轉掉的原因呢 第一個 千萬要記得剛好機會教育一下 我們在上國嶺的時候 要看一下你的周圍這邊有沒有石頭 或者是樹根之類的東西把它剪下來 因為剛剛拌到那個樹根 好 拌到了這個樹 所以呢它壓到它的時候呢 就造成了偏移 所以呢 在你為什麼要在清你的路徑鍵上的這些 比如說樹枝啊 樹葉啊 或者小石頭啊 把它清理掉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你的球路 這樣就是我在 介紹這個推乾在熱身過程中的時候 我們會用的一些小技巧 然後培養你在進洞的一些手感 跟你比較強化你的信心 以上呢就是在選手 熱身過程中的推乾教學 你都學會了嗎 打高了沒 我們下次見 喔對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球友們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記得喔 還要開啟你的小鈴鐺 關於剛剛連續三次都沒有進的那一棵 你有什麼想法 就是 國嶺上面很多石頭啊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雖然看不太出來 可是你看一下就是樹根啊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凹路不平的地方 你看 因為這裡是練習的國嶺 它沒有那麼平啊 所以呢我剛壓上去的時候 它突然就歪掉了 好不好 剛好不求表示 它難過 我也難過 我也難過